珈其,你有沒有發現 涼茶店這麼傳統的東西 已經賣少見少? 覺得可能時代不同了 因為以前涼茶被人說是八搭涼藥 但現在大家就有錢了 知識水平高了 飲食習慣又不同了 有病,當然先去看醫生 前陣子我也有跟一間涼茶店的老闆聊過 他對行業日漸色微也看得很開 還笑著面對 這本二十四味就好像濃縮了這間店 幾代人的光陰故事 當中有苦亦有甘 我叫黃鏡明 在深水埗買了涼茶三十多年 涼茶店位於深水埗北河街 就快有80年歷史了 裝涼茶的大鐵煲 曾經時興的綠瓷磚 慢慢退色的老招牌 全部都留有歲月痕跡 明哥你好 是 這間店本來是做甚麼的 最一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賣雜貨 我爸爸說那時 戰前走爛下來香港的時候 就開始賣雜貨 那時是說多少年前的事 就是戰前四五年的時候 1945年的時候 那之後為何突然變成涼茶店呢 就是戰鬥開始 就是大陸開始開放那時 就這些藥材開始運來香港買 那這些人就問我們 有沒有興趣賣涼茶 那樣 他就要給我們一些貨賣 那但是你本身 你爸爸是對於涼茶這方面 是有沒有甚麼知識 就是為何無端端就決定要去接手呢 我爸爸那時也有藥理 他也有時幫人治療的事 那所以決定就去做涼茶店了 對啦 那開始買涼茶到現在 小時候我很多時都會來香港 店舖幫忙的 有時是收拾茶 有沒有說收拾完之後 爸爸會不會給你零用錢 或者怎麼樣 那會磅一下那些 那些茶有多重 那會給我們多少錢 由哥開始幫忙 然後弟弟一個一個 然後我姐姐做 然後到我做 然後到我 那年應該是我弟弟 我弟弟不做 那我繼續做到瑜伽 我就 是啦 為何最後會是由你接手的 如果我不做 就基本上沒有人做 可能撿到他 就是露頭就 我就幫爸爸幫忙 幫到爸爸 那時都八年歸老之後 然後到我做 但為何當時不生氣 不如撿到他就算了 撿到他 我爸爸應該不想了 難得去到涼茶店 有沒有剩下一杯24米 我本身是很怕苦的 但老闆又特別幫我那杯 加了蜜糖 苦得來但怎麼這麼甜 老闆說人生就是這樣 稍後回來繼續一線搜查 元朗這一間肉店 除了賣新鮮生肉之外 還在旁邊賣了冰鮮雞 不過無論如何都不及 二波方這幾間店這麼誇張 剛才我來的時候 蜂子羹要喝點茶 魚肌擺出去 現在已經有點茶了 幾乎都過來三十幾個小時 歡迎繼續收看一線搜查 灣仔早前有一間45年歷史的快餐店 光榮結業 很多市民趁最後的機會去光顧 門口大排長龍 其實去排隊去打卡的人 壞面的未必是那裡的美食 而是老店帶給他們的回憶 老店結業這幾個字 近年來經常都聽到的了 城市要發展 很多舊事舊物都要讓路 深水埗這間老字河的涼茶店 算厲害了 還撐得住 在六、七十年代 由於那時未有地鐵 住在葵青、荃灣的人 要先乘巴士到附近的深水埗碼頭 再坐船去趕到上班 就算行色匆匆趕著上班 人們路過很自然就會放下幾毫子喝一杯 那時候店家上上下下 真的忙得沒有停手 我付錢的時候 你跟我說不用交給你了 直接放在桌子上 就可以拿完一杯茶就離開了 以前小時候街坊是不是都是這樣 以前都是這樣做的 以前舊糧茶店 全部都是放下錢 喝一杯茶就可以了 我看你會特意針對幾杯茶 為何要這樣做呢 有些人可能趕時間 一喝完馬上離開 又喝一些冷的就離開了 不用等人安裝 在2006年 糧茶被這一位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說到糧茶種類都不少 好似有銀菊露 五花茶 感冒茶 當然還有24味 糧藥苦口利於病 24味味道苦 藥性強 不少嶺南地區的人都會飲去清熱解渡 其實做24味是否複雜的呢 過程是怎樣的 24味其實複雜就不複雜的 基本上都是下夠藥 那你便煲它 不過時間長那意思 它要煲多久啊 起碼要煲8、9個小時的要 但有沒有說要隔多少個小時 就要久不久回來看一看啊 一個多小時你要回來 這涼茶這渣 或是關掉它 再翻涼茶再煲 以前就燒柴 現在還是不是燒柴呢 現在沒得燒了 97年之後 政府不准燒了 那現在是用什麼爐啊 現在用火水 為什麼不是用電爐啊 這些樓舊 所以搭不到這麼重的電 24味的配方 你有沒有有些改良度 有些藥要改了 以前我爺爺的時候 已經將一些比較苦的藥 以前24味後來 肺炎的時候 再加多幾味藥 反藍根的藥下去 就變成有28味 加了有什麼不同的 和以前那一種 基本上味道差不多 沒有分別的 你覺得它功效好一點 原來說 把藍根的抗肺炎 就加進去 去日苦多 對明哥來說 生活就好像喝24味 甘苦自滋 萬般皆是命 原來他年輕時寫的人生劇本 是沒有涼茶譜老闆這個角色的 明哥我聽你説 你是不是都喜歡自由自在的 都接近大自然 你會說是 都喜歡去逛逛山 那些東西 那會不會都很懷緬 年輕的時候 哇 全天都出去 那時候玩夠了 那時候一個星期 去捉七天 那時候試過 那時候我都在露營 那些玩 其實你年輕時的夢想是甚麼呢 那時候我打算做消防員 消防員那時候 我沒那麼近身 因為消防員是輪班的 一天做一天休息 那我就多點時間玩 家庭要守 祖業要留 就算明哥以往多麼不羈 放縱愛自由 命令無事莫強求 他選擇豁達面對 開懷接受 接了守之後 生意有沒有不同 現在有沒有差了 這幾年差了很多 因為晚上後 現在又少了很多人 疫情的緣故 以前我們開到1點鐘 現在基本上 7點多鐘 現在都很安靜 所以身份沒有一半生意 會不會上這間店 傳給兒子或女兒 如果肯做當然最好 但現在年輕人 未必肯做 有沒有一刻有後悔過 接手了這間店 沒有的 因為覺得很開心 這幾年都覺得 當然感激 因為他們養大了我們 我們整家人 我爸爸就靠他們養我們 一家人 人生如期 樂子無悔 粗勞半世 苦後回甘 都不算白活一場 是的 活著又怎會只得一個苦字呢 你們通常會去哪裏買菜呢 我…都是超市多的 因為地點比較方便 貨的選擇多 品質又有一定的保證 我媽媽就喜歡我陪她去逛街市 不過去街市買菜 除了要留意價錢 來源地、新鮮度之外 食品安全和衛生都不能忽略 去街市買菜 什麼是最重要 價錢便宜 質素漂亮 我說食物來源也很重要 質量 不會看價錢 看質量 吃開那些品牌 元朗 本港 豬肉 是的 看哪一檔漂亮一點就買了 都不是考慮價錢的 就是買開那一檔 經常在那裏買的 我要買那些真空級住的肉 因為街市的肉 我都不買了 因為什麼 你擔心什麼 Dirty 在香港 一般街市買的新鮮食材 有菜單 新鮮的生肉 和雪藏的肉食 由於大家的儲存條件不同 發牌的條件 亦都是不一樣 那都是為了保障市民的健康 就不是每間店舖都那麼守規矩 什麼雞 好吃 新鮮牛 是的 就好像元朗這間肉店 除了賣新鮮生肉之外 還在旁邊賣了冰鮮雞 不過怎麼也不及二波方這幾間店舖這麼誇張 店舖賣的種類都特別多樣化 不僅有生肉 海鮮 蔬菜 甚至乎連冰鮮鴨也有 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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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進化 重新啟航 一 馬 谢谢大家